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热点深度栏目 我们为您关注瓦格纳政变的最新情况 普京这个负资产 习近平也头大 乌克兰质问中国 帮不帮你的普京小弟兄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 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对成为俄罗斯的初级伙伴非常不满 尽管宣传将苏联描述为共产主义的榜样和老大哥 但毛泽东私下表示这更像是皇帝和臣民的关系 据他的私人医生李至岁透露 毛泽东抱怨说 他们试图吞噬我们 尽管毛泽东政权鼓励人们学习俄语 将其视为最重要的语言 但毛泽东自己学习英语 他曾说 当我说向苏联学习时 我们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上厕所 对吗 我更愿意向美国学习 因此 对于他的继任者习近平来说 他的动力理论被完全颠倒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是俄罗斯的10倍 如今 美国是唯一的竞争对手 而不是俄罗斯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前20天 习近平与普京达成了一项协议 随着入侵的进行 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 北京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订单 通过这种方式 习近平向普京提供了维持政权所需的资金支持 卡内基基金会的俄罗斯分析师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去年将普京的俄罗斯描述为中国的新附庸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克希·列兹尼科夫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对中国代表说 中国成为了老大哥而俄罗斯成为了小弟弟 这是真的吗 作为高级合作伙伴 中国有责任对俄罗斯停止杀害乌克兰人发出警告 然而 习近平拒绝对普京施加约束 他试图通过提出和平建议来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公正的政治家 但这并没有起到作用 虽然和平建议呼吁停火 但并未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领土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 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提议 习近平进一步削弱普京 使俄罗斯领导人更加依赖他在北京的老大哥 前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和澳大利亚国防部前战略负责人彼得·特施说 毫无疑问 普京正在损害自己的地位 特施指出 在普京和叛变的叶夫根尼 普里哥任之间的紧张对峙中 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支持普京 包括俄罗斯精英和温顺的杜马议会 普京在面临普里哥任向莫斯科推进时 未能组织其有效的军事力量 相反 建筑工人被命令在高速公路上挖掘沟渠 拼命阻止叛乱部队的行进 普京庞大的权力结构开始显露脆弱之处 尽管普京不会轻易放弃 但他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 观察家们正在努力 接受这个显而易见的现实 这是克里姆林宫数十年来宣传取得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的标志 我们已经接受了普京十英尺高的形象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关系的不平衡对各方都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他们如何打扮 普京和习近平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 显然 中国处于非常有力的地位 对于普里哥任叛乱 中国共产党直接公开表达了支持 与此同时 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坚科正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长齐刚特地与鲁坚科一同出现在公开场合 并对镜头微笑 北京方面发表声明称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并表示中国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 实现发展繁荣 中国外交部将瓦格纳集团事件视为俄罗斯的内政 其媒体对此保持沉默 更多地关注习近平与比利时动物园管理员之间 关于大熊猫的信函往来 因此 在普京最需要的时候 中国作为他的小兄弟站在了他身边 尽管我们不知道北京方面为维护这种兄弟关系付出了什么代价 前澳大利亚外交官和情报分析师凯尔·威尔逊说 中国人一定坐在那里 拿着他们集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颅说白痴 无能 我相信他们对即将崩溃的俄罗斯权力结构有着自己的分析 俄罗斯没有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来维系这个地方 中国有习近平思想 但俄罗斯没有 有些俄罗斯人也认识到了这个观点的价值 最近 莫斯科一家研究所成立了中国以外的第一个研究项目 俄罗斯科学院习近平思想研究实验室 这被报道为习近平主义正在传播 总的来说 中国共产党对普里哥人叛乱的反应是礼貌支持 这标志着俄中关系在战略、金融和经济方面仍然至关重要 然而 普京将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 下一则新闻 瓦格纳裂痕为乌克兰反攻中提供机会 基辅静待转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 随着瓦格纳集团首席执行官叶夫根尼 普里哥金与俄罗斯最高军事高层之间的自相残杀在周末蔓延到公开冲突中 引发了向莫斯科的禁军 雇佣军的明显叛变以及随后流亡白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几乎像往常一样进行 星期六 当俄罗斯导弹的碎片击中基辅的一座建筑物时 至少有五人丧生 与此同时 乌克兰在南部的反攻仍在继续 国防部副部长汉纳马利亚尔周一表示 乌克兰已从俄罗斯占领下解放了另外6.5平方英里的土地 但是 尽管席卷瓦格纳的混乱并没有对乌克兰的反攻产生直接的战场影响 雇佣军组织在一个多月前离开了巴赫木特州为唯一的前线活动 到上周还没有深入参与俄罗斯的防御 分析人士说 从长远来看 争端只会伤害俄罗斯 俄罗斯军队损失了一支庞大的战备部队 规模约为一个旅 俄罗斯军事分析家伊恩马特维耶夫在一封信中写道 当然 这在不久的将来在南方的战斗中很重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高级官员在讨论敏感问题时表示 基辅正在等待俄罗斯最近的混乱是否会对战场产生影响 我预计会有 他说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我们拭目以待 普里戈金在周一发布的一份音频文件中声称 他的部队已经叛乱因为大多数人不想被纳入俄罗斯正规军 因为他们在7月1日之前被命令这样做 俄罗斯国防部上个月宣布 将要求所有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在合同上受其约束 普里戈金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发表讲话 暗示俄罗斯军事领导层的失败引起了他的士兵的怀疑 他说 从目前的情况和他们在行动中的经验中 每个人都非常清楚 瓦格纳部队加入俄罗斯军队将导致完全丧失作战能力 这只是瓦格纳酋长对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持悲观看法的最新例子 在他指责他们上周袭击他在乌克兰的部队之前 他说 周一已经杀死了他的30名手下 普里戈金扩大了他对国防部的公开批评 不仅包括行动失败 还包括指责其领导人误导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战争的必要性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个人利益 普里戈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和行动的进行表示担忧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更广泛的欧洲项目主任玛丽·杜木兰说 这些担忧可能在俄罗斯军队的部分部门中有所同感 乌克兰本月开始了期待已久的军事攻势 大部分战斗集中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南部地区 基辅希望突破南部防线 切断连接俄罗斯大陆和被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路桥 然而 进展缓慢 乌克兰军队进入战壕、雷区和部队 他们有几个月的准备时间 然而 他们没有发现的一件事是来自瓦格纳的部队 在过去的一年里 雇佣军团只在一个地方发挥了关键作用 顿涅茨克巴赫木特式的战斗 尽管普里格金对他的战事的高度赞扬被夸大了 在周一的音频信息中 他称他们也许是俄罗斯乃至世界上最有经验和战斗力的部队 但该组织赢得了非正统但经常成功的声誉 瓦格纳战斗机放弃了俄罗斯军方使用的一些标准战术 采取了风险更大的措施 并承受了比通常认为可以接受的更严重的损失 最后一个因素似乎是普里格任亲自招募俄罗斯囚犯来填补他的队伍的结果 但在普里格任于5月下旬宣布占领巴赫木特之后 这是克里姆林宫自去年夏天以来唯一的重大领土收益之一 雇佣军首领表示 瓦格纳将把保卫这座城市的责任移交给俄罗斯的正规军 这是明显的口角的一部分 后来他的部队将向莫斯科进军 他们真的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进行防御性或进攻性参与 战争研究所的俄罗斯分析师卡罗琳娜·希尔德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乌克兰观察到的武装叛乱还没有产生战术后果 希尔德说 莫斯科周末声称 乌克兰利用普里格任的兵变作为在巴赫木特发动攻势的机会 应被视为俄罗斯军方的信息策略 而不是准确代表当地的任何实际变化 如果普里格金声称 瓦格纳部队的任何部分从乌克兰撤军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 这最终将使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问题更加复杂 缺乏熟练的战士 英国国防部估计 尽管损失惨重 但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拥有约20万军队 与战争开始时的人数大致相同 但是 由于许多最优秀的战士 已经被应征入伍者或瓦格纳开创的罪犯所取代 人们怀疑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部队来守住整整600英里的强化前线 瓦格纳的部队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好的士兵 但有数千人 俄罗斯几乎没有足够的部队来守住它目前所守的防线 私人情报公司简斯的分析师詹姆斯兰德说 即使没有被派往前线 瓦格纳的部队也可以用作预备队 与任何通过第一道防御攻势的乌克兰军队作战 或作为反攻部队 很少有俄罗斯储备在某个地方没有活跃上线 这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防御潜力池 希尔德说 马特维耶夫说 瓦格纳部队最终可能会留在乌克兰 无论是加入正规军还是其他私人军事团体或志愿部队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瓦格纳的顶级部队中有多少人仍然忠于普里格任 或者宁愿离开乌克兰的战斗以寻求其他机会 马特维耶夫补充说 即使许多人留下来 同话也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瓦格纳经验和组织的力量 这位乌克兰官员表示 现在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的后果还为时过早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俄罗斯体系存在一定的惰性 他说 并补充说 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领导曾以何种方式被削弱 下一则新闻 美国务院 普京领导地位受到直接挑战 这是有意思的新鲜事 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 在滑边流产几天后 俄罗斯的局势仍然充满变数 并表示 对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老板叶夫根尼 普里格任的下落没有任何评估 看到普京总统的领导地位受到直接挑战 这无疑是一件新鲜事 看到叶夫根尼 普里格金直接质疑这场战争的理由 并呼吁战争基本上是基于谎言进行的 这是一件新鲜事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告诉记者 星期六的武装起义震惊了世界 只是在他的战斗机接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时突然取消了他 击落了几架飞机 但在近800公里500英里的冲刺中没有遇到地面抵抗 普里格任的瓦格纳在乌克兰进行了16个月战争中最血腥的战斗 美国周六通过美国大使林恩 特雷西和其他层面与俄罗斯政府进行了沟通 特雷西告诉俄罗斯官员 美国希望俄罗斯旅行其保护大使馆和外交人员的义务 米勒说 周末发生的事件加剧了华盛顿对瓦格纳进入任何国家时 带来的不稳定的担忧 瓦格纳由俄罗斯武装部队的退伍军人组成 曾在利比亚、叙利亚、中非共和国、马里和其他国家作战 它成立于2014年 当时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并开始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亲俄分裂分子 米勒说 华盛顿不知道瓦格纳在乌克兰或非洲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该组织或后续组织继续在非洲、乌克兰或其他地方活动 美国将采取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 谢谢收看热点深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